关于提到的关税的问题 中方始终认为 单边加征关税的做法损人害己 最终伤害的会是美国的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也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 甚至造成衰退性影响 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单方面加征关税 是中美经贸摩擦的起点 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协议 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 中方对此的态度是明确的 一贯的 谢谢